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从现在的一个氛围来看的话 基本上其实应该说八月份一个市场的一个修正之后 有部分的一个投资基本上是进入所谓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逢低层接的一个操作 不过如果从这个基本面的一个角度 或市场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导致八月下滑的这些因素来看的话 基本上其实就整体的一个环境 并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其实就未来的一个走势 我们认为说还是 投资人还是要采取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态度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认为采取所谓的 巴贝尔雅临市的一个投资布局还是很重要的 那回归到所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基本面 你获得是所谓的一些市场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我们可以知道最主要的一个政治不确定因素 当然就是中美的一个贸易战争 那中美贸易战争其实就是它其实是反反复复 那整个市场的一个信心或者是股票市场的表现 基本上也是随着所谓的一个新闻的一个讯息 做上下层服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现在市场认为说 中美到10月份会在整次的一个展开 所谓的一个贸易谈判 当然如果它的一个谈判结果是好的 我相信市场应该会延续目前的一个 比较上涨的一个趋势 还是有机会继续往上涨 不过如果不如预期的话 我相信市场也会再度出现 所谓的一个失望性的一个卖压 所以你觉得10月份的中美贸易 重新做到台面上这件事情 它的过程跟它的结果都非常重要了 对 没错 那所以我想它还是会持续影响 整个市场的一个centre 因为毕竟我们从过去这一年多以来 可以看到它对市场的影响 其实是一直是持续性的 那当然如果我们相较现在的影响性 跟过去一年前的一个影响性 当然或多或少是有比较 就是这个蝶虎似乎是有受到 相对是比较小一点 不过你还是没办法完全幸免 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影响 所以我相信这个因素还是会持续下去 而且其实中美的一个贸易谈判 这个是很难从经济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不是真的会达成这个所谓的一个协议 那如果从另外的政治不确定因素 当然还包含这个英国的一个脱欧的一个议题 那这个议题也是持续的在延烧当中 那我想这个都是投资人在做投资的时候 必须纳入 就是在做投资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的一个考量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归到 经济的一个基本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一个 所谓的制造业的一个PMI指数 应该说大多数的国家都进入低于50 这个景气的估点之下 然后连美国第8月份公布的一个制造业 也都落入了在49的这样的一个 都落到了50之下了 对 那我想这个其实也是持续的告诉投资人 就是说全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景气 其实是持续的在放慢它的一个步伐当中 那不过比较幸运的就是说 除了制造业的一个景气 持续的在放缓之下 可是我们看到消费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动能 基本上还是蛮稳健的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包含就是 这个PMI的一个非制造业的一个这个指数 那基本上跟8月份还是比7月份上涨 那还维持在56.4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消费者的这一方面 其实还算部分还算蛮稳健 还不至于陷入让大家有认为说 短期内会进入所谓的一个衰退的一个风险 那接下来第二部分就是这个中央 就是央行的一个这个货币政策 那全球的央行基本上都是呈现一个 比较偏向鸽派的或者是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 包含上个礼拜五下午 我相信大家看到就是中国大陆 它其实再次的一个条件 它的一个降准 对那这个部分其实对于也是在依注市场的一个资金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中国的经济的一个成长速度 也是在放款的 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一个央行 其实也是还蛮迅速的在做依注市场的一个资金 动能的一个动作 那我相信这些就是全球的央行的动作都是在预防 这个经济陷入所谓的一个衰退 或者是避免这个经济就是从扩张的一个成长里面 在进一步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坠 那所以基本的这个所以全球的一个央行 基本上都还是采取一个比较支持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 这样的态度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相信其实对于投资或多或少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资深 毕竟现在全球的一个资金动能 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所以只是在选择的一个标的上面的话 可能还是要比较采取一个比较high quality 也就是高优质的一个这个企业的一个 或者是有价证券的一个选择 可能在投资上面会比较有一些保障的一个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相信 就说市场上还是普遍认为说 除了央行的一个降准的一个 就调降货币政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之外呢 大家还是预期全球的一个政府 也不排除还是会寄出所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振兴的一个方案 那这一部分我们相信 其实如果说这个各国的政府陆续的一个推出 包含像本国采取的一个降税的一个措施 或者是释放出一些所谓的像中国大陆的话 我们也看到他其实也开始对一些 就是说地方政府的一个基础建设 也开始次出专案的一个拨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如果这些经济政策方案也如期的 或如大家所预期的一个出台的话 我们相信其实经济要陷入衰退的这个风险 以及防御型的一个这样的两方面的一个布局策略 可能对投资人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投资 比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产成长 不过你们这个在防御跟这个成长 这两大领域当中呢 这个比重会有改变吗 现阶段基本上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改变 也就是说如果以比如说以55的一个 50的股票跟50的一个债券的一个投资布局 这样的一个账户来看的话 我们基本上其实都还是维持在 就是neutral的一个布局的一个部位 也就是说维持50的股票跟50的一个债券的一个布局 不过现在的债券市场里头已经价格都涨蛮多的 还有可以投资的标的吗 我相信其实当然这个价格已经涨很多 可是如果假设全球的一个经济 因为现阶段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说 这个全球的经济陷入衰退的这个风险 还是相对比较小一点 可是如果这个风险再次的一个升高的话 也就是说现在债券的价格是反映 就涵盖了预期市场未来 还有提早两次的一个降级的一个空间 可是如果这个衰退的一个风险 比预期来的高的话 我相信这个债券的一个值率 还是有在继续往下探的一个空间 所以对于说既然我们把它视为 是一个防御性的一个布局 基本上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 就是你必须把这个风险纳入 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 好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这种分散是 而且是这个成长跟保守防御 并行是最好 而现在看起来的东西 对于我 Volk之地的风险 该件替我们的一种风险纳入 就是把这个风险纳入 那张三十五 sedan 但是 again看起来的 不过目标的 但是现在提到